我们今天讲讲这个电影 周处除三害 这个电影呢 我在南帕岛看的 我待没事 我就打开网址 高清的 网址我打到我的字幕上 我建议观众朋友们 有时间都看一遍这电影 这电影是最近这半年 一年 不可夺得的华语电影 不错 拍的挺好的 可以跟韩国电影 PK一下子 这种状态 如果说这个电影 有这么几个亮点的话 大部分其实 它毕竟不是一个大制作 也不是一个豪华case 所以大部分东西 都是挺稀松平常的 那么我们就讲几个亮点 突出点讲 第一个就是演技 软惊天的演技 可圈可点 软惊天的演技 折射着大老王的人生 就是放下偶像包袱的时候 你就无敌了 软惊天以前是他们演帅哥出身的 走哪都端着 然后哪都端着 但是你要是帅哥的话 你就要各种顾及形象 你就火不了 所以你看软惊天同志 把这大胡子一流 胡子茶一流 早一不洗 头一不做头行 火 演的真好 为什么他已经把40岁男人的这种味道 这种荷尔蒙和这种成熟 就像一个老酒一样 他酿出来了 20多岁的软惊天就不是40多岁的软惊天有魅力 我如果是女人 我就选40岁的软惊天 我不会选20岁的软惊天 20岁的软惊天生化蛋皮 嫖一个 那性格不稳定 你养过狗吗 男人就跟狗是一样的 狗的品种好坏 一个特别大的标准是什么 狗这个品种好坏 是他性格是否稳定 如果他妈的你喂他饭的时候 他连主人都咬 这就是个傻逼狗 这种狗是不能养的 那种狗的性情特别稳定的 就是好狗明确 男人如狗 男人也是一样的 男人到40岁以后 慢慢的性格会变得非常稳定 年轻的时候 因为他得不到 又怕失去 所以他性格不稳定 朝三暮四喜怒无常 虽然长得帅 虽然有颜值 但是他不是老酒 酒性不稳定 狗的话 他们经常发疯 到40岁以后 他经历了事 经历了失去 已经失去过了 再得到再失去 他就淡然了 所以软惊天就完成了 人生的这样一个蜕变 这次他当然演得非常好 还有两个亮点 演得非常 一个大家可能没注意 就是我混万华跟黑哥的黄毛 那小子镜头只有两个 但是他在出来这两个镜头的时候 抢了软惊天的戏 他就相当于曹查理 卖春药给周星驰 五秒钟 周星驰的戏被抢走了 黄毛 这出台也就是几秒钟 跟软惊天对话 那么几秒钟 后来又再出场 就是40岁的黄毛 就是也不是40岁 30岁黄毛 就长大了黄毛 成熟了黄毛 就是一个镜头 甚至连对话都没有两句 但是他的演技的那种变化 那种表情 那种内心丰富 我操 这个抢戏的人 这是个会演戏的好演员 还有一个就是陈以文 就是邪教教主陈以文 那他就把抢戏 我操 那个笑 这边是哭脸 你看他 你遮住陈以文的标准 标准点 这边是一个很翻脸 无情的状态 这边就是个笑脸 陈以文的画像是这样的 就是他标准画像 我去 这个没有一定的演技功夫 你摆那个脸 你摆不出来的 所以陈以文演邪教教主 那是出彩的 那在这个过程中 整个片子的出彩点 除了不成熟的人 看一下那个性爱SM 那个无所谓香港仔 就是一个典型的坏人 就是坏人的这种 各种东西他都有 就是作为一个坏蛋 酒色才气一样不缺 天天喝酒 天天干SM 然后天天他娘的干人家母女俩 然后天天弄这个 贩毒抢钱 然后天天打自己的小弟 让自己小弟 吓得哆哆嗦嗦的 酒色才气一样不少 他就是个典型的坏人 杀他的过程不是亮点 只是一个前奏铺垫 杀陈以文的过程 那是个亮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 他这个反差非常大 陈以文是台南 台北这个通缉要犯第一名 阮经天第三名 这个香港仔第二名 这个第一名呢 面相都变了 就跟老王一样 面相都变了 你们看我在那个拿行教教主的那个中国的时候 我的面相跟我现在面相都变了 所以阮经天跟他面对面没认出他来 因为公开信息和通缉令上的照片全是他以前的面相 他现在变成了那样轻受道骨先锋的这么一个邪教教主 阮经天反应不过来 对面跟他聊这个人的往事 前半生的往事 心里波澜都没有 就像聊别人一样 所以这个人啊 陈以文演的这个黑道 这个邪教教主 真的跳出他自己了 他真的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那么最后把阮经天给骗的 就是可以说是骗的什么的 把命都给骗没了 直接给埋了 阮经天爬出来之后报仇 把他们全部干死 那段名场面呢 现在推特上啊 这个网上到处都有那个25秒26秒那个名场面 我就不贴了啊 要贴出来肯定是有版权的问题 大家自己看完我推荐这部电影 那之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呢 就是好多人看完了之后的就说 这影射的是法轮功 这不就是李洪志吗 连那小册子 什么心灵禅雨啊 什么这个小册子 那不就转法轮吧 一模一样啊 小册子圣经一样呢 但是你们这个你们就狭隘了 他根本不是影射的法轮功 就是这个世界的宗教 他的必然性和他的必要性 可能超过中国大陆出来的人的认识 中国大陆出来的人 包括你我都受共产党洗脑 共产党是以无神论著称的嘛 所以一切牛鬼设身 共产党都是要砸到底下 把他们弄的裤衩都掉了 所以所有的中国人的出厂设置都是无神论 基本上是无神论为主 那么你虽然现在出来以后 你可能反共 甚至可能加入基督徒 加入法轮功 但是你内心深处 你还是反共 还是无神论的 内心深处不信的 你内心深处是排斥宗教 虽然你有可能已经加入宗教 但是你这个出厂设置的烙印太强了 你根本没有想过宗教的必要性 就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宗教 人类的大脑DNA 神经群里边 怎么会有宗教的天然接口 你想过吗 为什么 我告诉你 人类真的是造物主造 人类在被造主造的时候 是按照羊群的标准造的 也就是说羊群里边99%是跟随者 1%是领头羊 剩下99% 他就是要跟随某一个东西的 如果有神 有造物主 他跟造主 造物主走了之后 他甚至会跟随一块石头 他甚至会跟随一只动物 他甚至会跟随一个傻逼 这个就是人类宗教 在人类大脑DNA里边 刻画的这么个DNA印记 你如果不直面面对这个问题 你永远找不到答案 你永远认为那些人是傻子 其实你只不过是傻子中的一员 即使那1%的领头羊 他在出厂设置的99%的概率 他还是羊 只不过有因缘忌讳 他顿悟了 他觉醒了 他看透了这个痕迹 DNA痕迹 他才能成为领路人 所有的古今中外的宗教领袖和创教者 盖末能外 咱们就不一一举例了 因为有很多信徒 教徒在看我的观众 是我的观众 我们说这个东西的话 它会引起他们心里的不适 但这不适 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在正常反应 明白吧 就说明触到了你的祭典了 你才有不适 你才排斥 你压抑住你的不适接纳 你这个处理膜才能被突破 咱们才能够入目三分 直达子宫 永远破除你对封建迷信的这种迷思 既不贬也不保 而是站在造物主的角度 用我们可怜的小的像性核一般大的大脑 去尽可能的同步造物主的大脑 理解造物主造出人类的目的 以及他为什么这么设置 所以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DNA的缺陷也好 这个特点也好 这个特色也好 所以在任何一个人类群体 宗教都是天生的 所有的小孩在不知道宗教的时候 当他感到害怕的时候 他都会跪下来磕头 这就是天生的DNA印解 这就像小乌龟孵出来之后 就知道往大海的方向爬 找大海 他不用他妈妈教 他天 这叫天性DNA记忆 蛋白质DNA记忆 那么这种东西在人脑是确实是存在的 这是第一 所以注定了宗教这个问题 不可回避 不可逃避 不可能消亡 而必然存在的必然性 包括中国共产党 他本身也借鉴了宗教的概念 一会我讲宗教的三大概念 中国共产党具备所有的三个特点 只不过他的宗教 他的宗教就叫无神论 但是他采用的方式 也是在利用你的人脑子里的DNA所缺陷 他给你扣进去的 第二 我们要认识到通过这个邪教片段 我们要认识到这么一个高度 就是宗教快感的广义性 就是宗教为什么能够让你大脑深处产生快感 你就像吸毒一样 无法自拔 是因为在你大脑深处 在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潜意识中 你认为金钱权力是最重要的 金钱是最重要的 没有钱就没有一切 然后没有权就没有一切 但是在你自己的潜意识背后 你不知道金钱和权力不是最重要的 有一样东西比金钱和权力还重要 就是你认为你的生命得到了永恒和自由 生命得到永恒和自由的这种终极追求 才是人性的终极快感 你一旦踏实到这个东西 你无法摆脱 所以你无论挣了多少钱 你都觉得空虚 你无论做了多大的官 你都觉得空虚 你觉得不快乐 为什么我越有钱越吵架 越有权越有钱 我人生越不快乐 就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底层这个逻辑 就是人的本身的快乐 本性的快乐 真的跟钱和权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一旦触动到你这个本身的终极快乐 打破了你对金钱和权力的迷思之后 你就会把你的金钱和权力全部奉献出来 换取你底层的快感 那是终极快感 灵魂快感 想到没想到 权 钱 名 人世间的三驾马车 他是为了权 弄得周围六亲不认 人人得而诛之 有人是为了钱 陈桂林是为了什么 桂林二是为了什么 那个崽子 那个台语 就好像念N还是R 我就发现这个特点 他不见桂林仔 他见桂林R或桂林R 柯仔坚 他也不念柯仔坚 狗啊坚 跟R有关系 好了 桂林R就是陈桂林 他的内心深处 他的追求是鸣 因为他混道做杀手的 他一定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陈桂林 我死的要轰轰烈烈 所以他才对周处出三害的故事 那么向往 因为那故事打动了他在人世间的追求 就是出名 当他把老二杀掉 真的上了报纸 真的出名了之后 他反而空虚了 因为他认为老大死了 就是排第一的那个 他要杀的目标死了 他人生一下子没有目标了 这就相当于一个财迷 一个天天认为自己不能丢了钱 丢了钱半夜都会惊醒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忽然得了十亿美金 二十亿美金现金 然后他完了 他完了 他人生就真的是特别不痛苦 特别痛苦 特别不快乐 因为他完全没有目标了 看谁谁不顺眼 对谁跟谁吵 为什么 就是陈桂林当时的状态 进入邪教 澎湖邪教 那一天他就这种状态 大家仔细看完这电影 仔细想我这个问题 仔细想 陈桂林这一生 如果他活了四十年 他这一生 他最快乐的半年三个月 是哪一段时光 你们想过吗 就是他没有识破邪教 还进入邪教其中的那段时光 那段时光 陈桂林过着健康生活 放下了所有的欲望 放下了所有的吃仪 贪嗔吃 全部放下了 每天粗茶淡饭 麻布衣服 出去跟大家做义工 打扫卫生 修剪花木 种地 养残 男耕女之 跟大家一起做精神修炼 做馋 唱歌 他好快乐 他病都好了 他虽然没有得癌症 但实际上他病已经好了 他既是有咳嗽的病 也不咳嗽了 全好了 因为他不抽烟了 他不再需要抽烟 所以那段时间是陈桂林 真实的最幸福的时间 这也反过来印证了 宗教能给人的巨大作用 无论你是有钱人 有权人 有名人 你一旦真正进入了宗教的圈子 真正发自内心的信教之后 你得到的快乐 将是你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而这个电影 最后那一笔 就是给你戳穿这个时光 其实 这个是导演挺拙劣的一笔 如果陈以文真的达到了那个境界 他不会弄一个假的小燃烧炉 然后底下弄一个地窖 骗弟子们的钱和银行卡的 他没必要 没必要 一会儿我跟你讲讲 为什么没必要 就是你要是能创邪教 能创宗教 你没有邪教 正教之分 这个世界宗教 只有一种东西叫宗教 邪和正 只是吃相是否难看 但是实际上都在吃 邪教 可能是 还要吃别人的 正教 就是 我不饿了就行了 但是 本质上都是在吃 那邪教 陈桂林这个邪教 他看到了 因为那个小胖子 又吐黑水 他去 送到医务室 看到了 X光片的 缺的那一角 陈以文太扣了 也不舍得 真买个X光机 所以他老使一个片子 所以让陈桂林给看透了 毕竟黑道大哥出身 他观察事情很细致 所以他看透了以后 执行力很强 感冒了 从难得穿着背心裤衩回来了 结果下飞机就给我冻着了 出机场就给我冻着了 走了一段路 怎么讲 讲哪了 那么陈桂林看透了以后 他就抗争 最后被活埋 活埋没死透 生命力超强出来 挖出枪来报仇 之后情节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不真实的 真实的邪教 你看不透 因为他没有分化炉和地窖 如果陈以文真的能够创造一个邪教的话 宗教的话 真的意识到了这一点 而且有几百个信徒 真的是那么追随他的话 他放不着干这件事 他用不着弄地下室 他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住在地面上 他想吃火腿喝红酒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没有人会挑他的理的 那些小分化炉更不用藏 就是弄一个真正的管理会 管理委员会管着钱就行了 信徒们轮流去当他的出纳去 还免费的 义工还特别的充实 那跟你的钱放在你钱袋里 那有什么区别呢 就像我个人钱和我放我公司里的钱 有什么区别 还不如我一句话 我想花就花 对不对 那你在这个时候 你就不是那么穷凶极恶了 就如果整个自助餐厅都是你的话 你就不会像河南老太太那抢 抢龙虾抢螃蟹吃了 你想吃就吃呗 吃新鲜的多好 你胃就这么大 而且你还要减肥 还要控制三高呢 所以这个是导演比较拙劣 但是是导演为了让俗人 99%人能看懂 就设计了这么机关 就看清楚了 要不然的话 这片子没法拍去了 真实是这样的 真实世界 就是陈桂林永远活在快乐中 最后成为这个邪教的重要的一个圣徒 而且是这个邪教的肯定是武打第一 就是这个邪教最能打的这个圣徒 就是护法天尊 那是尊者 他是护法天尊 护法神 这是真实世界 不会有陈桂林一个一个打脑袋的 那么讲到这儿 我们就讲宗教的共同特调 为什么说不分邪政 只不过他的法门 方便法门走的路不同 殊徒最终同归 宗教 你要创邪教 包括老王观众朋友们 你们谁想创造邪教 你们都有 只要干好这些三件事就行了 第一 必须有一个教主 有创立者 这个人必须自称自己神 是佛 是神本神或佛本佛 或神或佛的儿子 或神或佛的敌传弟子 或神或佛的私生子 或神或佛的唯一 命要持有的信使 这个无所谓 这个版本都是不同的 但是内容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钞票是美元 还是加币 还是澳币 都无所谓 都是钱 想出这么一个自己的title 这是你必须要定义的 给自己定义一个 比如说我老王要创造邪教 我就是拿姓教 未来大天尊 尊者 大老王 我的拿姓教是什么 就是万法皆空 万法皆空背后的大空星母 我就是空星母的 三万六千个化身之一 我在这个世界的化身 总之 就是这样 你必须得设计一个教主 必须得存在这名教主 它是个凝结盒 而且教主要有这么几点特点 你不是是个人都能成教主 第一 你得变才无碍 就是你特别能说 就属于那种东西 宅山英这方面也行 你自己都不会能给别人学会 就是你打一眼 你马上能够 就像他心通一样 就能知道大概齐 然后你还能啪啪啪一讲 你还能讲的真的是的 你必须得有变才无碍这个能力 变才无碍 第二个能力是什么呢 第二个能力 你必须要有那么一点点功能 什么要功能呢 就是你要么就会算 要么就会蒙 要么你就会有点魔术戏法 要么你就会会点弯勺子 或者总之你得会那么一点点 别人不会的小法术 这个也很重要 五饼二鱼 你必须得会 你没有五饼二鱼的功夫 人家信你吗 什么五饼二鱼 五鱼二饼 我说错了 五鱼二饼 别不需要一一对应 不需要一对应 必须会一个小书印放到嘴里 再拿出来这个书写大一圈 这个就是必须的 必须见了一个弟子 一说这个弟子前生今世 能说个八九不离十 他哗眼泪就下来 那个老王尊者 您说的真的是一点不差 你看老王现在有这功能 有很多观众给我来信 聊聊术语 我就能把他的人生状态刻画出来 然后我再给他讲的时候 他再给我再回信 就是老王聊聊术语 你居然知道我的状态 而且说的那么准 为什么 这他妈不是功能 兄弟们 你活五百年 你比我厉害 就这么讲 为什么 你见的多了 那么第一次拿筷子吃饭 肯定掉筷子 但你看你现在吃 拿筷子吃饭 你怎么给你换日本筷子 换韩国筷子都不掉呢 你拿的多了 你见人见的多了 上帝很简单 他人就那么起累 你分门别类 一眼一打眼就知道 他状态了 夫妻俩一过来 就知道性生活和谐不和谐 看一眼就知道 都不用问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有点点小功能 这个功能不一定非得神秘 当然你像王林那样能变舌 那就挺牛逼的 王林不敢邪教 他可惜了 因为他没有变才 和没有下一个东西 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更重要的 就是你的平均智商和情商 要超过一般人 就是你的智商情商 要超过一般人 这一点王林就差太多了 智商也不够 情商也不够 因为我认识王林 智商情商都差太多了 所以他创不了邪教 你如果智商情商都够 你就可以创立宗教 如果这三条都有 按照老王的第一标准 宗教的第一条标准 你可以了 你可以干邪教了 第二条标准要干什么 第二条标准要培养信徒团队 你要有一个庞大的信徒团队 这个庞大的信徒团队 是用传销的方式实现的 你的核心信徒 你要用逆淘汰的机制 找这么几个核心信徒 什么叫逆淘汰机制 就是不信你的 老他妈差拎着你的 你啊 就大度的话 就是容让他9981难 让他回头上 不大度的就直接拉黑 禁言 就只让在这说 你爱听的人存在 这些人就是你未来的核心圣徒 十二使徒 十二圣徒 就是十二个就够了 不用太多 有能打的 有能骂的 有漂亮的 然后有能勾魂的 然后他妈的有 有会弄钱的 有会写书的 有会替你讲的 这十二个人缺一不可 这十二个核心信徒 你看陈以仁身边也有这十二个人 他旁边坐着那个弹琴的那个 那个那个啊 那个就是摩德拉的那个谁吗 对对对 我没瞎说啊 我不得罪人 就是摩德拉的嘛 那么 导演显然也是深知其异的 所以有了核心信徒之后 你要造一个道观也好 寺庙也好 教堂也好 你要有个场所 那场所呢 在现代社会呢 就是越偏越好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市中心太贵了 那不是说市中心这个太俗了 那你可以这么解释 你俗气太多了 冲染我们的这个神圣之气啊 我们一股清流 必须要去深山老林 什么深山老林便宜啊 他们十个英亩才五万$啊 所以你这狠点钱就弄一块啊 你在澎湖 为什么邪教都在澎湖啊 韩国的邪教 为什么都在他们的那个小岛上啊 甚至都在巴西啊 韩国日本邪教 好多都在南美的小岛上 南美那种小国 阿瓜多尔 为什么 韩国邪教要到南美去建教 便宜啊 就是这个原因 便宜 而且相对封闭 你回不了家 这就是场所 澎湖也是 你回不了家 你上了岛 你下不来 那 建这么一个 所谓的菩提禅修也好 还是所谓的什么 这个路院天文也好 总之就是 你就有这么一个场景了 你就可以天天 每天就 你的十二使徒 可以在这里边设计课程表 给大家吃什么 然后让大家喊什么 慢慢的把这些人带进来 然后不信的不信让他们下去滚 然后留下的就都是逆淘汰筛选机制 然后第三个环节 非常重要的环节 就是一定要有经书 这个经书可以叫叫经 也可以叫什么小册子 也可以叫什么转法轮 总之就是必须得有一本书 必须得有一本书 这本书非常重要 这本书是你死了之后 这个叫依然running的重要因素之一 你死了不怕了 为什么 就像我们现在 宇宙万佛死了 已经没事了 就是法轮功依然会 作为一个宗教稳定的持续下来 而且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把第二个 就是场所和使徒机制建立起来 他就等于有了个公司 有了个法人 自然人死了之后 没事 法人还在 会有新的自然人冲进来 填进来 作为法人代表 那么下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圣经 圣经是什么 圣经就是你这个公司的核心产品 你这个公司 所有的十二使徒 和你本人的智慧都在这里边 你们要做一个 不可证伪也不可证明的经 如果这个经可以证明 或者可以证伪 那你这个宗教设计会失败的 你必须不能证明和不能证伪 所以你必须把所有的答案 都放在留白的部分 这就是老王视频好看 因为我老王在国内 叱咤风雪这么多年 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蛇服 我明白留白的重要性 就是真正要把你骗了 是要给你留出自己骗自己的空间的 不能给你推到墙角上 不推到墙角你会反抗的 明白吧 所以一定要让你留白 所以陈以仁这个电影 陈以仁这个片子 最后的一个小败笔 就是那个医生 就是那个江湖医生 女医生 出来去监狱 看他那五分钟应该剪掉 不要这五分钟 这片子就好看了 就陈以仁 不是那个桂林仔 桂林仔的肺癌真的好了 操 那个聚了台北 看守所人家卡给他 提检 说你没有肺癌 你就非常好 健康的不得了 这个时候 陈桂林那有震撼 他不知道究竟是宗教 把他给真给治好了 他把教主给杀了 马上释迦摩尼报给治好 我想把释迦摩尼给打死了 是干了他妈 世界上最大的蠢事 还是自己 压根就是一场乌龙 没得肺癌 还是因为自己 正是因为自己手认了 这第一坏害和第二害 而自己作为三害 要被公检法 司法部门枪毙 周处除了三害 积了大德 所以这两个月在看守所 身体好了 肺癌不治自愈了 这才是最好的结局 哎呀 这个女的这么一解释 反而漏洞百出 反而漏洞百出了 对不对 跟他以前的表演 也不也不match了 所以这我们不做影评的细节 评判啊 我们就只说 那么作为邪教来说 这个经典 现在通用的经典 都是把这些东西放在来世 或者放在死亡之后 就是你知道正确答案 你就放在死亡之后 而且呢 尽可能的往后放 以一千年为标准 就是 我此去之后一千年 必有邪门歪道 或者必有撒旦的使徒 混入我教 把圣殿焚烧 那个时候 新的天使就会带着 米赛亚前来救世 那教主 米赛亚是哪一天 三千年后 哎 这个成了 这事就成了 明白吧 你 谁能活三千年 谁能死的时候就爬出来 说不是这回事啊 地狱那个判官说了 不是这回事 我操我已经清了 你说不了 你托梦说 别人不信 所以这个就是邪教 或者宗教的第三个重点 一本经书 这三个重点 你做好 你浮以现在的这个什么 呃 三地呀 头盔显示啊 你可以让你的邪教信徒 更快的被洗脑 更快的体验出体 离体的模式 因为我跟讲过 我和翟山英当年合作 颐和资本的时候 有一个高手 叫阿勋 张宏勋 张宏勋现在中国的邪教教主 呃 宗教教主啊 张宏勋没有那个小盒子 没有的地下室啊 那 那这个 阿勋现在在干什么呢 阿勋现在在 呃 中国的某个深山老林 风景如画的地方 弄了我说的第一件事 就是他就是那个 呃 薰师 他叫薰师 他不叫尊者啊 呃 长得跟陈以文现在越来越像了 跟我同岁啊 75年呢 然后 我出国那一年 大概是2011年 12年 阿勋已经有500信徒了 跟他住在那 有男有女 就是 男更女之的日子 是浙江还是在福建 反正这个山里边 特别好 一山里边 那个山 也是他一个信徒捐的 阿勋到现在啊 还在 running 我觉得会更越来越大 因为阿勋那个智商和情商 阿勋是 阿勋是 那个美国的那个做对冲基金 把那个泰铢击碎 那个索罗斯培养了100个中共骨干中的一个 大家知道这个事吧 90年代索罗斯 90年代初索罗斯出了现金 让中国共情团 团 团派 团系 和这个中国共产党的 其他的这个组织里边的 挑选19岁到21岁的年轻干部 100个 要品学兼优 聪明的 去美国念大学 念回来之后 所有的钱 索罗斯出 然后现在这些人 现在这些人很多是部长 甚至是 政治局的委员 有 我不点名 我知道是谁 这些人都是75年前后的 大的71年 小的78年 就这五六年时间 因为他没做几年 他做了大概三五年 他就不做了 那阿勋就是其中一个 但是阿勋后来明白了 挣钱没有用 挣权没有用 钱和权 总会碰到尘世的 终点 挣什么用用 宗教才是人类最大的财富 宗教 精英灵魂才是最高的 钱给你带来的什么 带来的是肉身的自由 权给你带来什么 带来的是欺负 有肉身自由的人的自由 而宗教给你带来的是什么 宗教给你带来的是彻底的自由 我都可以永生永世的活着 我都可以灵魂出窍 各个行星环绕 各个宇宙 飞行穿梭 这才是终极自由 所以阿勋在干这个 阿勋现在已经进化到什么程度 用虚定现实的眼镜 就是苹果那玩意带到脸上 然后他就把出体之后 灵魂能看到的那些东西 他都拍成那种4D电影 让你在这打坐 你不用出体了 你都看见 我操 这地狱 这天堂 特别真实 他玩这个 然后你就觉得 我操 我什么东西都是假的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用 我这么快就老了 看自己的手 全是毛 全是大褶子 然后再看 在那个4D 拿个镜子一照自己 这么老 AI给你做成老 老太隆终了 然后你也动不了了 你也传不过来气了 然后你就死了 然后你死了 接引无常就来接引你 带你到薰尸 给你造的一个天堂 或者引你下地狱 你选一样 我操 出来之后 哭啊 我有罪 我对不起父母 我对不起社会 我对不起天造地设的天地 我要重新做人 生命如何能完整 就是这些 全是这种套路 古今中外 盖末能外 人类创立宗教到今天 成型的脱离了萨满通灵之后的 真正由人的智慧 被组织宗教 无非2000年 真正宗教无非2000多年吧 2500年以前开始有的 就是2000多年 最聪明的那个人 发展了这个三大模式之后 再也没有人能够突破 全都是按照这个模式 只不过在里边换什么 人没有换 锯没有换 就是换道具 舞台都不用跟你换 这就是邪教的三大道具 三大要素 所以你到了这样一个规模 就是你只要到了500个追随者 你只要有500个追随者 钱对你来说不是事 美女双修不是事 因为女教徒也想跟你亲近 这是天然的 羊的天然点 她就想跟你做爱 你就把她揽入怀中 就是了 你挑个最美的 只操她一个也行 你语录均沾也可以 某经上不是写了 摩达达的玛利亚 你为什么这么偏爱于她 整天嘴对嘴的 给她做人工呼吸传法 为什么不平均的爱我们 你们仔细看看 是不是这么写的 言外之息 是不是这么写的 然后神的儿子告诉你们 我爱她 那是因为只有她能理解 我的不传之秘 对吧 不传之秘 不一定是上面这个嘴的 可能是下面这个嘴的 不传之秘 你们这帮糙老爷们 我又不是给 说人话这么说 说什么话 你们不能理解的 那 莫达拉的玛利亚 长得就很好看 因为她是妓女出身 红牌花旦 那肯定身高一米八 天上人间的 莫达拉又是一个 堕落的城市 莫达拉就是上海 就是纽约 就是Los Angeles 就是Las Vegas 所以Las Vegas的 红牌妖姬 过来做你的十二信徒 那你说 你作为教主来说 你岂不是也很忙 你看我这种比较专一的教主 就会很忙 当然也有些比较语录 君瞻的教主 他就是恨不得 紫衣派 就是台湾 恨不得让所有的年轻的女孩 都跟自己睡来 他就不累 他体能不够 所以他才弄一些年轻的女孩 所以这个事 对吧 老王跟你讲了之后 就都不神圣了 我就是属于 我自己不干邪教那条路 我也不让他们有路可走 这都给他们从神态上拉下来 就什么 总之我们做这些事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意外 全部都是有版本的 好多人没看懂 最后就问我 说陈桂林为什么回去 最后还要一枪一枪都打死 因为他打死教主 其实他已经走了 问题就看不懂 这电影最大的问题 第一 为什么他们还要唱歌 就是教主的老婆 完全可以接替教主 他不唱歌 不跑就可以 陈桂林走了 他把现场清理清理 他有的是钱 他完全可以找个地方生孩子去 他为什么不跑 他为什么还在里边唱歌 第二 这些人为什么被陈桂林 陈桂林又为什么要回去 一个一个的枪毙他们 陈桂林为什么要斩草除根 只要不跑他全要打死 这就是导演和制片人的俗气了 他们虽然是台湾人 他们也不能允许宗教 学教掌称为宗教 大家想想 耶稣复活 是谁看到的 是马泰看到的 还是约翰看到的 谁也没看到 是个女人看到 这个女人就是摩达拉的玛利亚 玛利亚一个人看到了他的圣迹 然后告诉了其他的两个女人 然后这三个女人 跑下山告诉所有的人 耶稣如何如何复活 复活之前跟他们说的是什么 玛利亚就是耶稣的妻子 这个是在达芬奇密码 那部哈莱坞大片里边 已经暗示了这个 就是耶稣的 其实他的partner 就是他的同居女友也好 他的妻子也好 就是玛利亚 这个角色是由玛利亚扮演的 因为耶稣没有儿子 如果耶稣有儿子 将是他的儿子扮演 如果耶稣有门徒 将是他最信任的那个门徒扮演 而玛利亚就是耶稣最信任的门徒 耶稣信任玛利亚 超过信任他任何一个男性的门徒 而且耶稣在传递教义的时候 在圣经中多次多处提及 耶稣对于玛利亚传递真法的 爱和偏爱 优先 密宗 那是密宗 基督密宗 你们这十一个都是显宗 人家那个是密宗 所以 这个事必须由玛利亚来带话 你想想莫盛死之前 穆罕默德死之前 为什么分成了什叶派和迅尼派 也是大信徒和他的儿子之间 长子之间就要打起来 儿子 有一拨人 大使徒 大徒弟也有一拨人 那究竟谁是穆罕默德真正的传法者 伊波继承者 究竟谁是六祖 这是人类的故事 这与神无关 打了多长时间仗 打了一千多年仗了 什叶派和迅尼派和穆斯林 你死我活干了一千年了 听了吗 未来一千年他们会听吗 为什么 还是那句话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这里边是有DNA当羊的趋势的 换句话说是傻逼 而百分之一的觉醒者 只要他愿意干坏事 他就能干成 按照这个模式 按照这个逻辑 他干不成的概率很小 无非就是干成世界最大 还是干成一个一般般 只有万八千信徒 还是有五亿信徒 这点区别 成是肯定能成 就像我说的 五百个信徒你就成了 五百个信徒 你这一生都一时无忧了 大家想过这个吗 哪的傻逼多 那个教就大嘛 傻逼能度最多的地方 你就去那干这个事 那你肯定是世界第一大教 宗教在传递 上帝也好 造物者也好 他们的智慧的时候 他们需要有传的 那个传越大越好 至于教主是真的遭主的使徒 还是他妈假的 三千年以后才能知道 所以我们也不敢亵渎 就是也许三千年以后 或者你死后才能知道 你死后之后 你知道了之后也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只能用俗人 俗语 俗心去翻 去翻一翻这部电影 好吧 所以陈桂林必须回去 把他们全杀掉 尤其是那个唱歌的 否则的话 陈桂林就白来一趟 他这真成就了一个 能够传下去的宗教 好了 就说这么多吧 再见 记得点赞订阅 广大基督徒 佛教徒 以及穆斯林 如有不爽 请无与我一般见识 因为我是傻逼 是拿姓教尊者 再见 今天早上 我和两个师兄弟 到菜市场买菜 遇到了一个婆婆 婆婆她问我 为什么她觉得忙碌了大半生 却还是一无所有 我问她 一无所有不好吗 未经许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